然后接着就是我要你参选你就要参选 我不让你参选的人不可以参选 所以大家以为只是DQ就是不让人参选 不是的 是我要你参选就要参选 这个就是暴龙哥那么野蛮 说真的 现在国安法之后 哪个K26民主党选不选呢?说真的 就是因为暴龙哥对邵欣欣一望情深 还是那么疲惫 你也是要找他的牌头出来选的 谁想看他的电影呢? 其实是的 他只是要邵欣欣的头 你以后找爆炸糖 你给他一个身体是OK的 没问题的 你现在叫谁进回党 王胜志 谁进回党 是吧 只要你告诉你 你是邵欣欣 你是民主党就可以了 是吧 这个是暴龙哥自己 就是那个情意结 谁在乎 是不是 坦白说 就算挂着民主党的头牌都选不了 就是了 谁会理你是不是民主党 但是问题就是 这个是最高 这个是最高拍板的 这个是最高司令拍板的 大哥 喂 现在暴龙哥 我就是要点民主党 是吧 他怎么办呢 就是因为暴龙哥 第一次在广西接触港产片的毛片 就是看邵欣欣 就是看官人我要 所以那时候是一九七几年 他不记得 就是说中共第一个交手的香港反对派是什么 就是李柱明 司徒华 杨森 何俊仁 李永达 这些人 嗯 所以你想想 对他来说 最大的满足感是什么 我连当年我的偶像 邵欣欣姐 我都找到她拍戏 是啊 所以其实她最想 找阿兴姐回来 其实阿兴姐 那是她的政治初戀 是第一次和一个所谓的 反对派周旋 所以她有个情意结在那里 我觉得 是啊 她对公民党没有这种情意结的 其实谁在乎 谁在乎 你找邵欣欣拍片 谁想看呢 喂 喂 是你开戏 你主導明一定要找邵欣欣 而已 大哥 大家都知道邵欣欣已经变了阿婆了 是 谁会在乎 呢 喂 不会因为你找邵欣欣来拍片 喂 那些人就觉得 喂 邵欣欣突然间是反到还童的嘛 没有的嘛 你田飞龙也很好笑的 就是说 喂 因为被人说 喂 你香港民主已死的假象 这样 喂 谁会觉得民主党走去 去选香港民主未死 民主未死 哈哈哈 是不是 这个不合理 大家全世界都知道不合理 但是现在暴龙哥说官人我要 喂 暴龙哥说是要的 没有东西是要不了的 这个就是权力暴发户 是啊 他拖个驴仔出来 就是驴仔做主角的 那个选委会就是驴仔 是啊 他要你吃牛欢喜你就要吃的 是啊 就是嘛 喂 哪个 哪个 哪个是开的 这场戏 是 奴文端 田飞龙那篇文章 就是叫你吃牛欢喜 是啊 你说这只驴仔 那个是女朋友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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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就像林雪那样拍他 豈有此 你 给你面子你不吃 然后就拿一支炮出来 是不是 是啊 死路一条 死路一条就是拿一支炮出来 喂 喂 低俗喜剧 继《国产日07》之后又成为纪录片 你知道吗 是啊 是啊 多恐怖啊 你知道吗 不是笑片 是纪录片 现在变成了 十几年之后 变成了纪录片 现在就是我 很简单 这个 有时候你对付瘋子都容易 你对付政治痴漢就真的很困难 是的 痴漢这个人真的是 是完全是这个痴漢来的 逼人参选 你说不是痴漢行为是什么 是吧 是吧 stocking 跟踪你 滲透你 每天去监视你 找你信箱 然后跟着掌握你所有行为 偷拍你 然后勒索你 是吧 跟着入屋 是吧 然后跟着还要约出来吃饭 还要继续控制你 喂 这个真的是很痴漢行为 是啊 所以我们不是变态佬 是很难明白变态佬怎么想的 其实是 是吧 变态佬也有变态佬的执着 是吧 是吧 喂 大哥 就是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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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喂 变态佬都很讲原则的 所以变态佬呢 就是他跟你讲 原则起上来 真的不是人敢品 所以 为什么 喂 一家田鼠 就是吧 就是死路一条 真是这样解释了 咸酸菜就不可以拿来炒牛宝起的 是啊,这个是原则,这个是电律 所以我就说没办法,你除了自杀 我为什么经常说民主党要解散就是这个原因 那些人当我是傻的 你对付政治痴漢除了自杀还有什么方法 我想问 他说是很可惜的,创办了这么多年的政党 坦白说,连支联会,教协都可以解散 为什么民主党不可以解散呢? 你的领导人创办都已经大部分坐在家 是自杀于人物 解散就不就清算你了,这么简单 你说想解散就解散 我给你选择 这个等于低俗喜剧里面的杜汶泽的选择 你继续和暴龙哥拍这部电影 继续吃牛宝气 继续把驴仔拍成这个女主角 还是你劈炮不干呢? 你现在的意思是劈炮不干也不行 嗯 不准劈炮嘛 嗯 不准劈炮嘛 那我不劈炮你也是在抓我们的了 嗯 对不对? 有没有任何的迹象显示他不会抓 不会清算 哦,但是你可以狗且偷生的嘛 嗯 那不是 很简单的 你觉得尹兆坚 陶紧身 愿不愿意相信自己会变成迪志远 这个很简单的选择 对 你不要看什么 你看看新青年事务所 看看他们的机会 是吧 鄺俊宇啊 什么苏日恒啊 好像我们说完他们这个台后 他好像没有东西了 因为他整个台就是说这个什么 整个台就是说消费券的 对啊 消费券的 是啊 你看他的logo也是很别有心意的 真是整朵菊花这样的 新青年事务所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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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logo像是菊花那样 这么搞的 是啊 也是菊花 如果是这样 哈哈哈哈 他自己告诉你 哎呀 没办法 我也不想 就是你 有政治的心意 我让监制开出来看看 监制可不可以开出来 哎 这个大家先看看 事实查一下 不要说我没有事实查一下 这个就真的是 就是 就是 不是 你带问题 就是 有的灰 和汤渣华 是不是 同一层次 真的 他们 那么喜欢这些东西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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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它们 是不是 你看到 是不是 是不是 整朵菊花 哈哈 又是黄色 我不是 看不到万宝龙 原子笔 墨水笔的标志 你看到 是啊 是啊 OK 就是 可能你就是 純真一点 是吧 你想这些东西就是 那 我觉得很简单 第一呢 我看到那些应该是 花瓣来的 花瓣 就是 饭饭都行 是吧 这些牛欢喜阵营的话 大家明白的 我觉得 嗯 问题就是 问题就是这样啊 暴龙哥是 複杂多的 选一届 是啊 选一届就是 官人我要而已 选第二届就是 官人我也要 选第三届就是 官人我重要 是不是 第四届就是 官人我再要 是啊 那你来多少届 我想问 是啊 所以你有 很多花菊花去顶住 但是为什么他这么重视呢 这么重视这个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叫做 政治痴漢的 就是把一个很厌恶他的初戀女神 改造成为爱他 是啊 为什么毛泽东这么喜欢整人呢 因为治病救人呢 其实很大满足感的 苏联岛就是水平低的 我觉得 苏联岛就是杀杀杀杀杀杀 史特林缩犯杀几万人 再杀几万人 杀到你怕再不然就流放去这个 古拉格 勞改营 这样 西伯利亚 这样 索隐尼森 这些 異见分子 这样 撒卡洛夫 但是中共就不喜欢这一套的 我觉得 中共那个政治痴汉的情意结是什么呢 他要改造成功改造你成为爱他 所以我就说整套东西由延安整风开始 你批评我 我引蛇出动 引你出来批评我 跟我开拖 开完拖之后我收网 我收网之后你以为我判了刑吗 其实他的口味不止于这样 因为判了刑你的心里不会爱他 他要改造到你成为爱他 你看到大作家巴金如是 郭末若逢有难 梁寿铭 是吧 哪一个中国的大知识分子 要是躺平主义者阳降前中书 就是躺平的 结果就是下放干校 是吧 他下去农场里接受改造 是吧 不肯下放躺平的那些 好像陈仁确这些历史学家 红卫兵日日敲罗打鼓等他没有教好份 好了 如果愿意躺平那些 愿意接受改造的那些 就每天思想检讨了 是检讨到一个地步 你已经没有人尊重你 我记得1987 还是1988年 我不记得了 你记得中国有一个很出名的 民国时代的社会学家叫肺孝通 嗯 我们读农村研究 通常看中国农村社会 看肺孝通的光川经济 和王权与新权 他是中国应该是八大民主党派的领袖之一 我亲眼接触这个人是80年代 我在中文大学研究院的时候 肺孝通下来 和中大的社会 和北京大学社会 和中大社会建立一个交流的计划 他们的研究生可以下来读PhD 是的 当时我记得 198990那样 当时我接触这个人 和他所说的一言一行 已经不是一个学者 那种滑头 那种皮笑肉不笑 根本是一个政客 和我书本上认识的肺孝通 完全是两个人 你想到的 经历过 这个 他是民国时代的学者 经历过1949一路的折磨 他是反右开始被打倒 一路批斗 你想想再出来之后 他会变成一个什么人 所以我说香港人 你要想 就是经历的这个过程 我们是否可以接受得到 大家每一个人苦心自问 这个思想改造的过程 改造到你喜欢吃牛欢喜 你不要假扮喜欢吃 他会揭发你的 他会找身边的人揭发你的 曹总你说咸酸菜 不是的 荷兰豆 你假扮喜欢吃而已 是的 所以我觉得就不行了 好了 你要真心成为湯家驊 你要帮他挺 因为记住四年之后 还有这个叫做 李家超领导的 这个资格审查委员会 还要拿齊那些提名 五个界别的提名 你知道一进去做了一届 下一届你就没得不算 这个就是无间地獄 你选到第二届 已经是湯家驊化了 其实根本 他思想改造就是这样 慢慢把你 由用脚硬拿着把剪刀 抬着你 你不要进来 你不要过来 你过来我自杀的 然后你放下那把剪刀 然后慢慢 每天虚寒问暖 拿最好的东西给你吃 买最好的包包送给你 然后最终最终 你要接受和白两金 耳有蟑螂爬出来的 你赞他英俊 还有你爱上他 哇大多大成功感啊 曹总 是啊 因为其实说真的 两样东西 第一 就是共产党要这样做 他就算是变态老也好 他这么讲原则 那是因为其实他去到 他看东西看得比较长远 就是看历史那一筆是怎样写 如果去到最后最后 他是纯化了你 他修复了你之后 还要纯化你 要你心悦成福 贴贴福福 那他就是历史上的大爷家 他不是只是选举上的必胜客 甚至乎是做了历史必胜客 这是此其一 第二就是在于受害者来说 受害者如果是长远地 你要自己自我正确 你一定要自我正确 你如何活下去 你天天苦口苦面 天天在梨花大雨 其实你自己都很辛苦 任何人都是会的 你要正确自己 活下去也有自己理由的 然后我说 其实也不错 其实也不是很折舵 起码做韭菜也好 我也比别人长远 做韭菜也好 我也能做到光合作用 是不是 我不是说光也曬不了 就是这样 他自我正确 时间一长 时间一长就变成了 他就可以修复人心 最后六四的定律 六四 为什么可以令到即使是北京人 都忘记六四 因为时间够长 同时间他告诉你 如果不是这样做的话 没有今天的改革开放成果 一口砂糖一口肆 他那个论述是不重要的 他最主要就是一手拿着狼牙棒在手 是啊 他拿着狼牙棒在手的时候 他的论述自然就是被接受 是吧 被动式接受 第一你没有发展到 其他论述和抗衡 因为你根本没有机会发表 你说是否所有大陆人 都是这样想呢 觉得镇压有理论呢 我觉得未必 但是只不过就是他官方的论述 一惹独大 所以我就说香港过了二十年 没有人会记得 大家只会相信2019年就是黎智英 勾结外国势力 策动的一场 以针对中央人民政府的暴力 黑暴事件 就是这样而已 那以后你教这个书 你就交回法庭的判词 还有案件 那就是确实 再去共产党来说 他已经写了 在北京发生的一个世纪大战案 他都可以修复过来 为什么香港不行呢 为什么不行呢 为什么不行呢 我杀了这么多人 我都可以改写历史 其实你看一下 即使是以前这些文革的受害者 下来香港也好 最后移民也好 为什么他们最后变成蓝丝呢 为什么他们最后变成蓝丝呢 其实很多时候他不是因为 他自己对共产党的理论 四个自信 倒背如流 心悦成福 用习近平思想武装的头脑 不是这样的 纯粹就是因为他最后一句说话 你不能跟共产党斗的 蓝丝很多人都是这样说的 蓝丝最后说到尾 他没什么说好 他说的时候 你说什么浪费吧 你比共产党的 因为你不是流氓 他是你不是 这个也是 由1949年 所谓谁大谁恶谁正确 做出来是结果 就是我插着把西瓜刀 周佳霞 我瘋的 我随时砍人的 你不要惹我 我自己都害怕 我瘋起上来 就是这样 你看 三千八百多万人饿死 我砍的 就是这样 好了 很多时候开始 他已经接受了 你比共产党不过 不要跟他斗这件事 这个在我们上一代来说 是集体的DNA 为什么 因为他们就是 亡命逃离中共管治的人 他们是身体力行 游过大盘湾去被鲨鱼咬的 其实是 被解放军掃射的 当时是会 是这样拼命走下来 成为香港人 成为香港人的过程里面 已经在DNA里面 深植了这种 共产党很恐怖 那你两个可能性 一 逃避共产党的 就不断移民 由1984年 中英联合声明签署 甚至83年 戴卓尔夫人在人民大会堂 的楼梯级下 开始准备移民 加拿大有几个 就是你只要好像考古学那样 在地质 每一个地层里面 发掘你就会发现到 最早六七之后走一批 六七暴动 那些是有钱人 资本家 然后接着到83、84年 都是以有能力移民 当时都是有钱人 做厂啊 做什么东西 那些有钱人 开始有些中产走了 当时 但是不多 89年之后 第一个移民潮 第二个大规模移民潮 是1990年 那时候就波及到什么呢 专业人士 银行经理啊 律师啊 会计师啊 建筑师啊 建筑师啊 这个level 但是很多这些呢 就是为什么 他们的心态 都是觉得共产党很恐怖的 不够他们 因为他们第一次目睹 第一次目睹 解放军拿着AK47 和坦克车冲进天安门广场 而他们自己是投入过 嗯 这个支持天安门民主运动这个 这个过程 黑色大静坐啊 一百万人大游行啊 这样 是第一次投入 结果迎来的 就是这么粗暴的结果 他就很震撼了 但是这个不是他感受到 直接他自己家人的威胁 或者他本身的人身安全 而是他对于共产党的恐惧 又再找出来 但是这班人去到外国很失落 为什么会变成蓝丝维园阿伯呢 就是因为 九零年九二年邓小平蓝巡之后 中国经济回复一个市场经济改革 在一个市场经济下 释放出来的生产力 是大的 当时来说 因为他压得低 香港蒙寿其利 哇 楼价噗噗声声 九七前一个所谓的繁荣景象 令到九零九一九二 离开的那些人很失落 因为他六十万就卖了黄埔那层楼 甚至可能一百万都不够 卖了太古城那层楼 法国回到太古城升到五百万六百万 已经是那种失落感 还有很多在大专教书的人 本来在大学里面 身高良准 去到加拿大做个销售 是吧 就是这个过程令到他变成蓝丝 其实是 嗯 是因为觉得 哎呀 香港人永远都是要必胜客 像你那样说 是 他不愿意付代价 他不会想想他的子女 在这个U of T 在UBC受教育 在加拿大蜡烛 在主流社会 他只是觉得输了 为什么呢 我比较我同班同学 输了 为什么呢 他明明这个人以前比我 是吧 喂 炒了两层楼之后 现在回到来 哎 你没吃过的这些东西 你知道香港人的嘴唸 哎 这些 鱼翅拌饭 你没吃过的了 请你吃啊 是吧 没什么 两个东西而已 我的嘴唸是很认真的 其实 好了很多移民就觉得是 错过了个时机 接着回流 加拿大很多人回流 在那段时间 但是回流之后 又输了别人一截 又迟了 等于就是自觉地 被人挂了两巴 其实就是 左一巴 右一巴 这样挂下来 那就变成了终身辜败 就是变成了 因为你每一页 你都想追落后 sure win 是啊 所以你追落后的话 就越追越落后 到你买的时候 又变成了负资产 你想想多痛苦 喂 你入市的时候 97高峰 是吧 那时候 麗港城真的是高峰 结果 一下子就负资产了 去到98年 亚洲金融风暴 然后衰退到03年 是吧 你想想那种怨愤 被政治折騰的那种怨愤 最终他就得到个结论 政治这些东西很混乱 不要搞政治了 共产党很恐怖的 是啊 你逗他不过的 你说他没有政治信念 其实这些人没有政治信念 所以我说当香港特区政府 连经济都搞不定的时候 他连蓝丝都跑了 就是这个原因 嗯 他们眼中只是自己个人的利益 他们觉得跟随这个 共产党看场的玩法 可以安装到他们的收成期 他就觉得不应该搞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今次不是 今次是直接把香港进行社会 改造和思想改造的 嗯 大家看到了 黄韵詩事件好 电检条例修例好 民主党不准不参选好 全部都是思想改造运动 香港的反右运动来的 不是文革 是反右运动 嗯 是吧 接着会批斗学者 我觉得 嗯 批斗大学里面的教授 是啊 中大为什么执了 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他的开支很少钱 但是中文大学就是研究中共党史的重镇 很多内地发表不了的文章 就在中大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协助下出版 包括高华的 《盈安整风运动来龙去墨》这本书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嗯 他就不妥理 因为习近平就是成立了一个历史研究所 专是拿来对付那些所谓历史虚无主义 是 所谓将共产党过去历史揭露出来的人 嗯 所以香港我就说你看到一路一路倒退 你以为整风反右 其实中大将自己最擅长的中国研究部门结束 拼入文化研究所你已经看到了 其实这一场就是反右运动 只不过他的形式 就没有毛泽东这么粗暴 是吧 毕竟时代进步了 塔利班今天都用智能手机了 都有Facebook 有Twitter 塔利班就是这样 是吧 塔利班都懂得用Twitter来发布他们的立场 哦 这个就是 这个是受ISIS的计划 ISIS已经是懂得用社交媒体的了 很厉害的 如果你说 全球的软实力来说 恐怖主义的软实力来说 ISIS是最厉害的 现在反而到过来就是说 这个塔利班 就是 就是 开始跟西方国家讲数 这些事情 就是修正主义了 其实反而就是 因为没办法的 你中国人始终有一阵实用主义 华人 海外华人也好 东南亚华人也好 那种找食大过天的实用主义 就是主导 主导思想 是 是 中共是最厉害人性的阴暗面 是啊 其实思想改造也是 它是能够人性的阴暗面 是一种长期孤立 被歧视的状态下面 然后让你看到隧道里面 尽头有点点曝光 你就冲进去 而那个曝光就是 党去宽大为怀去拯救你 但是你不会想到 当初你才陷入这个隧道 也都是因为党要整治你 你才在隧道里面见不到曝光 所以这个是一个 就是我们香港人没经历过 我想 也是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就是我很尊重留下的人 包括何韻诗等等 就是我觉得他们是有吉 也是去坦言 包括肥佬黎啊 黄耀明啊 你看到的 甚至你说田鸡都出来 就这个电检条例 就是说句人话 其实电影界 嗯 你看到其他电影界有影响力的人 全部都不说话 竟然是由一个老林公司的老板 去代表电影界 去回应这个电检条例 你就可想而知 就是香港这个情况 其实已经去到一个 反右运动之后的情况 是吧 大学里面将中共研究的部门 将它结束 是吧 明明做得好的 全部斩揽 大学里面的 学生部 一个字 就是令到叫他们全部收饭 究竟会不会告 你不收就告 其实就是很简单的 是啊 你可以不收的 不是宣揚恐怖主义 但是又变了 去到一个这么极端的情况 其实已经是 我觉得 其实没办法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开始讲阿怡呢 就是这个原因 其实每一集 我相信曹总和我的心情都一样 其实做完之后呢 我自己就睡觉了 其实 不是因为人身体不在香港 就没有那种感觉 其实感觉更加强烈 我觉得在海外 就是对于自己认识的人 被捕啊 就是这样 我想提一提大家 其实阿谷思尧 曹总刚才说过 摆街站 其实阿谷还是站出来 是仍然坚持他的公民权利 大家知道阿谷思尧就是 有癌症 第四期的症 是啊 是啊 已经做了很多次的电疗化疗 精神还OK的 但是阿谷就瘦了一些 我们认识的谷思尧就是1989年之后 我们认识台棺材啊 造棺材啊 那实际上 吴京吴角已经是 真的很厉害的 他不是一成不变的 他真的有 他只是台棺材这一刻 他也有他创新的 新宿棺材就是他发明的 不是啊 我下面 我记得当年我有记者访问过他 直接去荔枝角 他现在还住在荔枝角 在他的工厦单位 后行那装棺材 就是大家终于明白 为什么你的棺材又要抬到去 新华社 由维园啊 不简单的 用铜锣湾 抬着棺材去新华社 六四之后每年 那你如果做个真棺材 就抬到肩膀都抬到 所以阿古呢 就是发明了 用飞机木加煲盖 做这个 抬得移的 这个mobile棺材 就算你抬真棺材上山 其实那条路也很短的 铃车停在那裏 但是你抬这么远 怎么办呢 还有阿古年青的时候 就是中国舞的导师 你有没有见过阿古思尧 穿着现代褲 令面的舞衣 和一条彩色尸带 托着一位女舞导员 我见过那张照片 大家找一下 因为当时他交给我们一周刊登 那张照片 他是一个中国舞的导师 古思尧是 是吧 但是我觉得 中国舞 是啊 我很敬重阿古的 虽然除了我们的认识之外 这么多年真的没有 一个很朴素的人 也是一个很朴实的人 由89年一直走到现在 其实今天支联会解散 同时我觉得最伤心 就是我知道阿古 就是那个癌症末期的问题 嗯 那阿牛呢 现在就有发起 就是帮他筹务这个 因为下一次 如果要的就是标靶治疗 那标靶治疗 那一支药费呢 都不少 其实 我之前呢 我自己都 希望可以帮到手 就是帮阿古 渡过这个难关 他是需要治疗的 现在 未去到说放弃 但是他现在是需要治疗下去 所以我觉得是 除了朋友之外 我觉得 也都是因为这么多年 由89年走到现在 其实阿牛这班人 中间经历过 赌董 03年七一游行 跟着到这个选举 选举失利 跟着到占中等等 大家不要以为 这些东西的存在 我们过去 曾经以为是理所当然的 嗯 每年我去支联会的摊位 帮手和何俊仁叫阿咪 通常休息的时候 就会叫阿尊子去画 画一张的画 帮我们画一张画 很多人问我究竟 我挂在后面那张画 是什么呢 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这张画就是尊子 是 就是人哥 人哥和你 就是人哥和尊子 2020年在年宵市场画的 是 当时 支联会的年宵摊位 专指帮大家画人像籌款 和何俊仁三样东西 包括我自己在香港 维园行年宵 是 三样东西 四样东西加上 我曾经都视为理所当然 现在竟然全部逐一消失 嗯 是吗 你以为只是不准放年宵 不是 连支联会都消失 嗯 所以我就说很多人 就是有时候要珍惜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阿古 就是我很希望他可以大步纜过 其实 他也是一个斗志相当坚定的人 你想不想到一个末期癌症的人 可以还站在街站那里 是啊 这个街站已经是金飞式比了 已经是站街站 是不是 很多人不喜欢他的保钓 民族主义这一部分 但是你要记住 阿古是一个很忠于他自己信念的人 他正正就是那些 不是口中所说的什么汉奸走狗 勾结外国实力的人 同时也是民族主义 同时也是希望中国 能够建立民主社会的人 是有一帮这样的人 六四的时候 肯定不是本土派喜欢的 现在年轻人觉得他们是勾 但是你想想想站了这么多年 站到最后 我最近有一个朋友和他吃饭 他说要不要休息一下 你还站街站 他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先治疗再抗争 可能已经是没有机会抗争了 所以应该是要治疗和抗争同步进行 我觉得这个令到我相当感动 是不是 阿明等等 你看到社民园 阿牛 最终站在那里的就是社民园 坚持 就算有多艰难的环境 仍然要上街 仍然拉一条笔 是不是 你说是 对事后恐明也好 世事级武汉透妖也好 无补于事 但是那种坚持的勇气 我觉得我们有责任去跟大家分享 这些人坚持的勇气 那这个当然是 当然是 你现在还是站在那里的 哪怕是少到只有他们几个都好 这个就是顶住了香港的抗争天制线 什么叫天制线 就是有哪一个 其实就是还在顶住最高点 就是你现在还在最凶险的位置 还是顶住的人 就是你就是定义了香港的天制线有多高 就是如果你说共产党 他要做历史的必胜客 那这帮人呢 就会告诉共产党知道 喂 你不是历史的必胜客 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被你搞到 忘记了过去你做过的所有事情 正正就是有一帮这样的人在那里 坚持在那里 就令到我们不至于 是忘记我们以前所做的所有事情 我们还要坚持这些事情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很重要的 不是很多人想到就是说 你现在抗争没用 就不如做吧 但正正就是因为 你明知道抗争没用 都走去做 这些才是一个抗争 就是反右运动的时候 有个学生的邻居叫做林超 其实大家都记得 是啊 最终他也是被杀害 但是你要记住很多时候 历史会记得这个名字的原因是什么 是啊 林希宁等等 是因为当时他站了出来 是啊 他没有改变到这个 几十万知识分子被清算被奴役 被折磨自杀 这个命运是没有改变到的 但是最终就是你仍然会看到 在这么黑暗的里面 不是全部人都躺下的 仍然是有人站出来 去说一句正常人的说话 是啊 所以我就说这个 其实我们认识了这么多年 一直看着很多东西消失消失 甚至看着一些人消失 那不是纯粹一个组织 支联会一个组织这么简单 因为六四的悼念支联会的活动 其实已经成为香港人身份认同的一部分 嗯 你现在是等于自己的身份认同里面 一刀一刀凌词 是啊 是不是 以前我们对泛民无论多不满也好 含虑投票也好 什么都好 那已经成为我们政治生活的一部分 嗯 民主党 公民党 《苹果日报》已经成为我们生活里面 是同声同气 是不是 大家政治立场 相同的人走在一起的一个平台 是吧 教协 不是只是 我不是教师 但是我知道教协 是会 这个 在关头里面 重要关头里面 是会站出来的 是会提供很多义工资源的服务 去支持公民社会 是不是 支联会如果不是后面有教协 又何来又可以撑了这么多年 没有支联会的义工 其实股师也好 曾建成也好 全部都是由支联会的义工出身 是不是 当你没有了的时候 你有的时候 你不觉得有些事情 唉 就觉得理所当然 是啊 拿来攻击 行礼如仪 没有创意 等等这些事情 我们年轻的一代 是攻击支联会十几年 我不是说 大家还要再增压 现在不需要再攻击了 因为支联会都还完了 其实已经是 嗯 是吧 你看到香港人的身份 逐层脱落 接着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精霞的理论 脱落完之后 他要改造香港人的思想 成为新香港人 那你就要问自己了 就算没有了每年的六四 热光悼念之外 有什么可以维系我们的身份 不是只是喝喝吃吃 起茶打卡 海底撈 是吧 嗯 大家看到中环街市开 就去打卡 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什么呢 很明显它就是 将这件事情 一路一路剷除 其实 那很多人问 可以怎样去 帮一下股呢 你去看阿牛 那我们会 也在Facebook里面 看看阿牛应该有一个 的post 我看过 曾建成 是的 是的 那么 我觉得 有些人可能会 可以捐助他 有些人可能会 寄封信给他 我觉得 是 阿古是一个 旧式的人来的 是的 是 重情义的人来的 所以你可以寄封信给他 如果能够帮他 如果能够帮他 医药费的 也可以帮到手 我觉得是 没有办法 是很伤心的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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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 一路看着一个一个走之前 吃过饭的人 可能现在已经 或者在做节目 可能已经没有办法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 比如Gary 你看到谭海邦申请保释 又再補决 大家都预计当中 究竟监禁到什么时候 已经超过半年了 是吧 九月排期 一上庭又押后了 一定是 是的 然后他就慢慢 一直都不去判 等你自己慢慢去 慢慢受折磨 欲除针板上 你要什么 就可以答应你这些什么 是吧 为什么不判呢 是吧 现在你事实上 就是慢慢折磨 这些人 47人案 国安大案 这么严重 为什么不即时判呢 为什么要拖住在那里 是吧 这些人质 你代代平安 是吧 是的 这个就是折磨 你明明是折磨 他就是用这个手法来恐吓折磨 你说以违反右运动 他哪有法可依 全部是政治运动 政治运动是无法可依的 所谓法治 只是他的后台 大哥 什么叫法治 法治就是猜得到的 是吧 如果你的政治运动 你要搞反右 就是要你猜不到的 是吧 两样东西明显分别 你猜得到 就不叫做有震懾力 是吧 是吧 你不说是间 schnelle 然后去尝试摸一下他,碰一下他,你碰一下他也不让,你要自觉地,乖乖地做信民 贡献社会,一定要贡献社会的安定和谐,那你怎么去碰一下他 说真的,你这样说已经是香港没有法治了,已经是执法机关跟你说,执法机关的权威跟你说,香港法治还死不死? 因为他正正就是要把你吊在半空那种感觉,是啊 你预计到最恶劣是这样的,你还有个所谓的答实一点,你知道他是同样 以前我们知道非法集结就是社会服务令,就是放胆做 所以你觉得我愿意付这个代价就做,好了,现在不是 现在这个钟建平是即时还押,不给保释 什么事样我想问一下,原来将所有游行之后发生的事情全部入了他数 入了他数之后,所谓的煽惑非法集结,原来是重判的 他就是要你处于一个这样的状态 就算他说,是啊,我会发出不反对通知书的,你敢不敢发你游行? 你敢不敢确保游行之后,有任何一宗冲突是不会发生的? 不敢的,因为一发生的话就入你数 你说不是,普通法不是这样的 这个不是国安法来的,连普通法都已经改变了 逆时序第九条,第十条不是国安法来的 其实,战法非法集结不是国安法来的 但是他用一个最极端的方式演绎成为判例 大家就跟着上诉庭中省法院的一个判例出来判 是啊,就是欢迎老屈 是啊,就是这个什么叫做 Cable of object Cable of就是欢迎老屈 任你老屈 掃诸权威,之后就欢迎老屈 那你还知道吗? 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很... 就是很多人心情绪有问题,我知道 现在在香港或者海外的香港人 其实包括离开了 也都面对很多生活上移民的适应问题 再加上对于香港的政局 其实很多人都情绪有问题 所以我觉得 只有一个方法,其实只有围牢取暖 其实真的 就是面对一个这样的时局 也是香港人过去没有经历过我,我觉得 是 是 所以我觉得,很多朋友都知道 社记的Facebook 社民团的Facebook 就有捐助阿股的户口在那裡 嗯 那大家如果有能力的 那我觉得 也都是可以 大家看到了,阿监制就post了出来的了 嗯 那 我希望 就是 就是 我 这个 阿股可以 就是 就是 克服这个癌症 那 雖然 就是很艰难的了 我觉得 但是也是 我觉得 就是靠个信念 大家帮忙等等 希望可以有 就是 做到一个好的结果出来 其实 嗯 那 那今集的时间差不多了 那就 明天 星期三 廣場 跟大家见面 Anthony 你现在除了RFA 和钟建华 是吧 嗯 有多少个节目呢 你现在究竟 星期一我和阿龙 就这个一壳花生 但是 今天就是我和阿昌又一壳花生 跟着这个 明天就是我和阿郑教授 就是石破天经 每周四 就可以休一天 但是 遲些都不行了 其实就是 因为 就是 顺便宣传一下 因为其实我们就是 在英国这边 其实也越来越多人来的了 越来越多人来的了 就是 我的老友 吴海宇 那些在那里 那些 就是 Benson 就是 阿龙韦国 亦都来了英国 那就是 还有就是 这个 那时候就是 就是 就是 明德 明德都在伦敦 不明德 不明德 其实他会到处走的 其实他自己都可以录节目 那就是 那就是 我们现在呢 就是 就准备着 我试一下 可不可以 就是现在 英国的朋友 那就是 可以一起做一下节目 那样 那样 也都是在生活上面 多个支持 那样 就令到 其实是 来到了 这个自由的彼岸 都可以继续发声 其实是 就是 不会令到自己 因为你要重新 就是 就是 去过另一种生活 然后就是 就是 连发声的机会 都没有了 那样 那我觉得 在英国是 很大潜质的 很大的 potential 那 所以就是 看看 可不可以 就是 去给他们 另一个好的开始 是吧 因为其实很多人 来了英国之后 就 反而是很积极去 去围奴自己的 去围奴自己人的 那 那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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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到一个自由的地方 那更加 意固地去发声 就是压抑了这么久 是吧 就是在这里 终于可以拿到自己的自由 那就是 希望可以 擱展所长 啊 还有 杨永宇也过了 那 就是 大家可不可以想想 多些事情可以做一下 那 就是这样 那 所以 9月都会 通关 是吧 就是下个月 很快 是的 如果来读书 那些 就会有另外一批香港人 就会来加拿大 所以 英国 加拿大 就 两边呢 我相信呢 是会 开始进入 现在未到高峰期的移民 我觉得 嗯 我不相信是和 97前一样 今次的规模是 远大了97前 那你想想 只要每年 每年 十万个家庭移出 香港还有多少人 纳税呢 香港只有三百多万的 就是七百多万人里面 是少于一半人的交税 如果 假如每年 每年 是十万人这样走的话 香港还有多少人交税呢 留下的香港人 究竟他们还可以享受到 什么质素的公共服务呢 香港的医院 其实就是 第三世界 医院就很麻烦了 医院就很麻烦了 其实最主要 政府的财政来源 就是卖地收入 那里已经是等于 整个政府的四分一的开支了 大佬 你这么多人走 资金走 外资走 你卖地 也不会卖到很多 大家看不到前景 也不会顶住 所以你说 香港人走 不是多人交税 但是骨牌效应 是令到整个香港 都会 潰败得很厉害 如果你说 这是骨牌效应 骨牌效应 就是令到你没有人 自然的钱就会撤的了 为什么 你现在看到 白头佬任志刚 说到 连人民币都可以在香港买股票 人民币 你又不是自由兑换 资本帐又不开放 你跟我买匯豐 跟我拿港币来买匯豐 一样可以买到匯豐 那样东西还可不可靠 是不是 你等于鱼木混珠 其实是 那整个金融中心 可不可信 这个就是去到 杀鸡取卵 其实是抢最后的筆 所以你说 香港 现在不是说 是不是政治犯 你又不是说要保命 才可以走 不是这个考量 有很多人就是说 我真的没办法 如果真的要移民的话 找到多少可以多少 我尊重很多留在这里的人的决定 但是如果 一种心态就是说 我找到多少 这种心态 其实这样的想法 其实是未必划算 未必精明的 这种想法 因为你人算不如政治计算 就是政治的东西 是不会给你有计划的损息机会的 我听到很多人 这半年前 你预不预计到2020年的7月 国安法颁布生效 你预不预计到今天香港是这样的情况 你只要想回头 这一年里面 那种超出大家预计的那种情况 好了 他现在建制派计划另外一个说法 是过去的 曾鱿诚也提出 但是撥乱反证之后 就会回复正常的了 重新再出发 去再redip it 会不会 中国在反右之后 是要经过多久 结果是更大事的文化大革命 是文化大革命 去到全国经济破产了 是吧 没有斗死了几百万人之后 然后才由邓小平复出 然後中間還要經歷過1976年的四五天安門事件 才去到所謂的撥亂反正 還有當年55萬人右派裏面 有一些到今天還未平反的 仍然是坐實右派的帽子 大家看過張兒和的往事病不如煙你就知道了 他爸爸張白軍就是了 是當時所謂八大民主黨派的主席 是當時中共協商政治下的民主黨派的主席 所以我就說這個可以是很長的時間 也會影響很大 但是和1997年那次移民潮的相比也很不同 因為當時是不夠生氣 國際社會和香港的移民 是沒有一個所謂網開一面的情況 但是這次如果有 即是說那個 直接是浪費了 我覺得 打開了一個風機城門 是 浪費了 整個水閘打開了 其實是 不僅僅人流失 水也會流失 錢、資產等等 但是共產黨呢 如果看到這樣一局 他不會坐在那裡坐以待斃 這個才是恐怖的 他不會坐在那裡坐以待斃 那以習大大的性格 他就會自己攬炒給你看 他一定會主動取代被動 主動制於被動先發制人 所以如果你說 那些想著再找多幾筆 又怕遲些 放了一層樓 以後又買不回來 這些說真的 我覺得就是 那些 有一廂情願 我覺得這些想法就是 不可以坐在以前的經驗 去正確實現現在的新格局 是的 千萬不要 特別是對香港的法治 如果你仍然對香港的公務 要去操守 你仍然用英治時代的訓練 你會犯下很大的人生的錯誤 等於1949年的上海資本家 他們真的相信新民主主義 不會清算資本家 以為真的共產黨 只是殺地主 不會殺資本家 不會殺雞取倫 結果上海就是一手摧毀 由一個經濟城市 變成紅衛兵 四人幫的大本營 中間是經過30年 由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變成中國的極左政治中心 四人幫是源於上海的 全部來自上海的 毛澤東剛稱是在上海發動文革的 你想想 曾幾何時是亞洲第一金融中心 當時香港東京都不知道在哪裡 結果是成為中國極端政治的大本營 那你就看到香港歷史上 這個發展 你就知道香港走下去會是怎樣 香港會成為中共極端政治實驗地方 也是一樣 所以我說香港比深圳差 就是這個原因 你現在看到 是比深圳差 它就是把極端政治的模式 在香港進行實驗 如果香港都搞定的話 再輸出全世界 你看看 不用走美國那套 我一樣搞定 沒有民主沒有自由 國安景橫行 一樣有經濟發展 你其他國家不抄我 中國模式 你以為只是上海可以 不是 香港也可以 所以你想想想這個對它來講 是一個多大的誘因 改造香港 不是只是邵欣欣這麼簡單的 好了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希望快點大家可以 也都是 我之前 我也都走之前 我是捐助過股CEO的了 我已經是 我希望大個頭 我在這裡說 不是因為我要 怎樣告訴別人 我要claim credit 完全沒有這個意思 只不過我希望 帶個頭給大家看到 就是有需要的 和路人 真的需要幫忙 那時候 就是阿牛 也是社民連的朋友 也是我們信德國的人 大家認識了這麼多年 也都看到他們 在香港現在這麼黑暗的情況下 那種堅持 所以我覺得是 大家 隨便樂助而已 我覺得其實 就算你說我沒有能力捐助的 我就說你可以 請問他 阿古是一個舊派的人 是很重視這些事情的 其實 是啊 是 好了 今集時間差不多 剛剛上總說過了 之後會有新節目開 星期五還有大軍閥 是吧 但是現在大軍閥裡面 你為什麼好像 形成一個幽靈 那樣的 是不是因為key key下去 那個zoom zoom那個comerkey 就做得不太好 這個沒什麼辦法 所以其實都是 無意得多少就得多少 就是 那個始終是聲戰模式 大家就要求不要那麼高 只能這麼說而已 都是一種特色來的 這個變成一個鬼影 就是阿窗窗說法 就是一隻鬼的存在 是呀 或者好像 好像阿拉丁神奔那樣 飄一下飄一下 大家截圖 都是一個特色來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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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 多謝大家的支持 很多人說時間太長 我覺得很簡單 時間長的話 那你就休息了 其實不需要看完的 是啊 你之後可以翻兜的 之後也可以翻兜 就是了 那我覺得 我再說一次 長的原因就是 我覺得 我們直播都有萬多人看的 一直到八千多到萬多 那這萬多人 我相信都是 很多人在香港的 海外也有了 我覺得 也都很多 大部分在香港 我想六七成在香港 那我當每次有一萬人 如果你當他是戒酒會好 group therapy 什麼都好 你怎麼嘲笑都好 說我們圍爐取暖都好 我為什麼會 做這麼長呢 其實 這個不是一個 大家給錢看show 一個consumption 你看 演唱會 當MTV那樣看 可能 但是我也都希望 每個星期 可以大家有機會 因為我經常覺得 是會崩潰的 真的 嗯 如果你關心香港的前途 熱愛這個地方 甚至你認識的朋友 一個一個拉進去坐牢 其實是會崩潰的 其實 我只是覺得 盡自己所能 做得多多少就是這樣 如果你覺得你時間有限 Sorry 其實你可以不聽 其實沒有人逼你聽的 其實根本 你聽完一會兒 你不喜歡就走 其實 是啊 就是這麼簡單 好了 今集到此為止 你當老友聚會可以了 其實 是 那當然了 很快 很快就會有 下次聚會了 拜拜 OK 拜拜